主日三分钟 天主教教理重温 信仰的宣认 信经 中途信经的第一句 我信全能者天主父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天主教教理第四节 为我们详细解释创造的奥迹 天主创造了和谐 和美好的世界 天主以智慧创造 他的化工都有秩序 万物是指向天主的肖像 人 并且是被人使用 人奉照和天主建立遗制的关系 而人的理解力 分享了天主的理智之光 人可以明白 万物都是出自天主的美善 天主愿意将创造作为礼物送给人 作为托付给人的产业 天主既超越 又临在于受造界 圣荣就以 他的威严远比天高 上主的伟大 不可测量 来表示 天主无限地大于自己所有的工程 天主是自高和自由的造物主 他深入地 临在于所有受造物当中 中途大事录形容 我们生活 行动 存在 都在他内 圣奥师定 在《忏悔录》中提到 他 比我最却越的更却越 比我最内在的更内在 天主保存 和支持受造界 智慧篇指出 的确 你爱一切所有 不恨你所做的 如果你憎恨什么 你必不会做他 什么东西能够保存呢 爱护众灵的主宰 只有你爱惜万物 因为都是你的 天主创造万物之后 时时刻刻都保守着他们 给他们活动的能力 引导他们达到自己的中向 我们知道 对造物主的完全依赖 就是智慧 自由 喜乐 和信赖的根源 天主实现他的计划 天主的眷顾 受造界本身有长处 和美善 但是从造物主手中出来的时候 并非全部完成 他在过程中受造 迈向天主为他所指定的 还需要达成最后的完美 天主引导受造物 迈向完美的各种措施 我们称之为天主的眷顾 正如智慧篇所说 智慧施展威力 从地极直达地极 我们从圣经看到一致的证据 天主的眷顾是具体和直接的关怀 天主关心一切 他有绝对的主权 默示录说给我们 天主他开了 无人能关 他关了 无人能开 而针言也都提醒我们 人在心中尽可策划多端 实现的却是上主的计划 圣经的主要作者圣神 多次提醒我们 天主的至高权威 以及天主对历史和世界的绝对主权 藉此教导我们对天主的信赖 圣荣祈祷就是教导这份信赖 马道福音中 主耶稣教我们对天主的信赖 是这么说的 你们不要忧泪说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你们的天父 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先该尋求天主的国 和他的义得 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的 天主是自己计划的最高主宰 在实施自己计划的时候 天主也利用瘦造物的合作 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和慈哀 天主不单只赐予瘦造物存在 也赐给他们尊严 可以自主行动 予此互为原因 合力完成他的计划 天主让人自由地去参与他的照顾 他将管理和统治大地的责任 托付给人 天主使人 运用自己的自由和理性 去完成创造的工作 使大地更加和谐 去祝福人类 虽然 很多人类不意识到天主的圣意 但是 借着善功 祈祷 痛苦 他们就能够进入天主的计划 成为天主的助手 和天国的合作者 天主在受造物的所有行动中运作 这样并没有削弱受造物的地位 反而是加强了 圣保禄中途 在《斐利百书》指出 因为是天主在我们内工作 使我们愿意 使我们力行 为成就他的善意 受造物 如果离开他的根源 就一无所能 因为受造物 无造物主 势必消失 更不可能 无造物主 因重的座右 而能够达到自己最后的中向 信德年提醒我们 要革新悔改 归向世界唯一的救主 求主让我们 能够透过天主教教理 去深言信经 满全我们的信德 让我们能够以坚定的信心和希望 能够以完美的生活和见证 透过信经的一字一句 去宣认天主伟大的慈恩 请不吝点赞